我从来不用冻骨头 因为鲜骨头便宜 冻骨头贵 再说也不好用 什么是冷冻的 什么是新鲜的 他都不知道 你不管是冷冻的还是新鲜的 他为什么吃那么多人吃 要证明他好吃 他才有那么多人 这个你就是做的再好 你就是不用手脏 你说炖好 你再微生 他也有人说什么什么不好 你干这个有多年了 我干这个大骨头有五年了 五年多了 六年了 这五年给你挣了有上千万吗 毛钱有那么多 也花了不少 都花了 他家生一个的好多生意 大家派到那边的十三个 派到五年多 能派二百米 具有二百米 七百米派到这些都是给他整个 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骨头了 你觉得有多大 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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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没有 这一锅都做到八百斤 以前那锅是五百斤吗 以前那锅都做到四五百斤 这是鸡油 鸡油 嗯 里边泡的什么呀 这是冰糖 是不是桶子鸡上边挑的那个 对 你理解它很大位 铝锅这是 嗯 铝锅 以前不是铁锅吗 以前是铁锅 铁锅做出来太黑了 那时候做的太黑 这算不算米料 不算 不算 豆瓣酱 对 米汁料到现在 已经打碎了 这几百斤骨头里这么点料吗 今天做的不多 现在平均一天就是三四百斤 这就是五分的米汁料 我往韩国发一次货 一千块钱的料 关于邮费都四千多 现在就韩国的学生意最好是吧 在哪大啊 在哪大生意最好 比你生意还好 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中国人他是在我们那儿留学 女方是我们这里的 男方是在加拿大 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再去做生意 这是盛汤 盛汤也得倒进去 对 这是产生中的老汤 铺骨 这么新鲜还要放鸡精 对 这么大 这有几斤 四五斤 他们好多真正的大骨头 它是那种腿骨 才是真正的大骨头 我为什么要用这个鸡骨 就是因为这个鸡骨 这个肉一是香 二这个肉比较多 今天就下这些啊 还有 印象里还有 等烧开了之后才放 高峰期的时候 我的店是16个 其他模仿我的店有120个 开封 开封 那一晚上好几十万吗 三个多万 排队都排三排 最多的时候做过几锅 四锅 将近两千斤 阿姨 咋这么早就来了 嘿嘿 按你的缘 早就来不成都滚了 我也放心 能不能在大豆的时候 我也不放心 大豆你啥 快满这屋全天海吧 哥 几乎天天来 天天来 天天来还等不及这一会 家里等多吃吧 好 想给你来等多吧 不及来都半等 等一会 是 对 啊 这时候喝到哪会怎么喝啊 这时候有些事 是非得几个都干嘛 不 还没透了 喝吧 他们都是 忙喝一碗 小一点 还多一点 哪里给我回来 我给他付这个 什么饭啊 有豆腐 有 有 小伙子两张 小伙子一给你吃 豆腐 一千一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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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鸟 大鸟太多了 这个肉干啥 咱们吃饭了 那吃饭 我吃饭了 不要吃饭了 没有 吃不饭 问不饭 麻烦不饭 吃饭了 小份的一般 48块钱够两三个人吃 中份的三四个人 都可以了 大份的五六个人 我们四五年了都是一直这个价位 没想象就是这个份有大小 以前一份小份的是 一斤六两 现在的一份是两斤 就肉贵了你就给它上 对 有点吗 豆腐都拿完了 豆腐都拿完了 他们吃饭 一会儿不要吃饭 豆腐咱们 好了 可以 我加两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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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一个最小份 这个超级好吃 一大盆我已经吃完了 它这个炸的土豆 这个是送的 这不是卖的 它买一小份骨头可以送的 这个 这土豆真的好好吃 必须先来尝一下这个豆皮 麻辣豆干一样 哦好烫好烫 难怪要带那么厚的塑胶手套 烫死了 现在混了哈 人家这个真的不是 信口冷冻不高 瘦肉在炖的很入味 也很烂